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讲话的第二天 商务部长罗斯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宣布 美国有联手全球贸易伙伴封堵中国贸易的战略考量 以逼迫中国遵守国际贸易规范 罗斯说在新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定中 一项旨在阻止签约国与非市场经济体 达成贸易协议的读完条款 可能会在未来美国与日本和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 达成的贸易协定中被复制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把新协议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样板 意在孤立中国 读完条款能否如愿推广 中国会不会束手待毙 北京又该如何解套呢 时事大家谈 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经济学家胡星斗教授 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好 观众朋友们好 在美国马里兰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 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胡教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 在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 在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打新开通的热线 17089760007 不过大陆热线目前仍无法运作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收看 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点COM斜线VOA China 这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呢 他宣布这个要联手全球贸易伙伴围堵中国贸易的这个战略 是在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之后正式推出的 所以我们要评论这个读完计划呢 要必须把它放到美中关系出现巨变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来考虑 我首先请问胡星斗教授 您怎么看这个读完战略出台的这个时机和意义呢 胡教授 这个读完战略确实是非常狠毒的 这个无论是恩斯发表的讲话 实际上宣示着某种新冷战 还是罗斯的讲话 罗斯的讲话还是非常狂妄的 非常狂妄的 实际上都是想开启某种新的冷战 恩斯呢 他是迫使大家在政治上选边站 而这个罗斯的讲话呢 实际上迫使大家在经济上选边站 所以在这方面 川普可以与丘吉尔 里根相批敌了 丘吉尔因为在1946年的讲话 开启了冷战的序幕 这个里根呢 又通过他的星球大战计划 搞垮了苏联 这个后来杜鲁门呢 又发表他的演讲 是一种所谓的反共主义吧 这个反共 这个当时也是迫使各个国家都选边站 中国选边站 结果就站在了苏联一边 现在呢 中国可能 又有可能爆发新的冷战 当然最好能够避免 美中关系巨变 中国又一次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中国不应当被迫成为新的冷战的对象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中国现在的确面临着重大的选择 一个选择是 与美国对抗 被迫与世界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减少往来 关上国门 或者是半开的国门吧 关上半个国门 重新走国有垄断的道路 但是这种道路实际上是保护权贵和少数人的利益的道路 重新强调 独立自主啊 自力更生啊 与世界的主流渐行渐远 与现代化的目标也渐行渐远 另外一个目标呢 就是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那个彭斯他们可能要发动新冷战 那我中国呢 就应当新改革开放 所以我在十年前我就写文章 主张新改革开放 要突出民营经济的作用 和法治的作用 要高举解放思想 与公平正义的打起 要融入到世界主流价值之中 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 成为 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体 这样才能够迎来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 不仅是国家的这个复兴呢 不仅是国家的强大和富有 而且是社会和公民的强大和富有 我相信呢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关口 中国高层会有民智的决策 所以不管他这个读完战略 怎么读吧 关键是中国要选择好自身的战略 好的 那么我来请教金伟平先生 美中交恶呢是因贸易战所致 所以唯独中国 唯独中国呀 看来也要以经贸政策先行 您感觉这是特朗普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吗 我是说这个读完计划 这个刚刚公布的让公众知道这个读完计划 当然是中美之间这个交恶的一部分 可以说是经济对抗的一部分 刚刚提到说美中交恶是用贸易战而起 实际上我们要掌握背后的逻辑 贸易战到底是因为是爆发这个中美交恶的原因呢 还是说贸易战只是说中美已经 关系发生时次变化 然后是在经济方面的一个表现 包括现在这个读完计划 可以说这个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个协议签订之前 他们之间其实爆发了很多就是争议的对方 然后经过多轮的谈判磋商 特别是加拿大最后才同意 那他们之前媒体公布的那个谈判焦点 根本就不是说有没有把这个非市场经济国家排除在外 换句话说 在已经达成协议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看来 把这个读完计划加进去 他们读完条款加进去 他们根本就没有觉得有什么违和感 或者觉得有什么不合适 很顺利的去推行 那当然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坏消息 虽然可能到现在为止 除了美国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 那像加拿大墨西哥出口并不是很多 当然我们知道美国下一步的谈判计划 可能有欧盟有日本 那如果把欧盟日本加起来 那占了中国整个出口市场的一半市场份额 那对中国的影响 如果他们也都完成了这个读完条款的话 那对中国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绝对是美国对付中国的战略的一部分 谢谢 好的 那么读完条款呢 刚才两位嘉宾都说 起源于美加墨三国新签署的这样一个贸易协定 那么美国对于抵制中国呢是自不代言的 为什么加拿大和墨西哥也会同意这样一个以中国为代价的这个条款呢 首先胡教授 刚才秦先生也已经说的 这个实际上已经说明了 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于这个读完条款 没有觉得什么的了不起 好像没有多大的反应 原因呢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 他们对中国的进出口很少 贸易量都不大 而他们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依赖却非常大 比如说2017年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 占它的出口的76% 而对中国的出口呢 仅仅占4.3% 而且呢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出口呢 也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 对中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产品 什么贸物产品啊 什么纤维纸张啊等等 同样墨西哥也差不多 2017年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 在墨西哥总出口的79.7% 而对中国的出口 仅占它的出口的1.6% 可以说基本上忽略不解 墨西哥对中国的出口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解 这是出口方面 而进口方面实际上也差不了太多 也就是说 对于加拿大墨西哥来说 维持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在他们看来比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那要重要的多 无论是数据上 还是它的进口商品的这个档次 种类 那是都完全是不一样的 它从中国这个地方 这个进口 基本上都是一些积电产品 而且是中低档的积电产品 那么家具 玩具 纺制品等等 这个出口呢 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呢 这个也非常少 而且也都 对中国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一些产品 所以这两个国家 可以说这个经贸关系上的重要性 就没有太大的重要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加拿大它与美国在价值观上是一致的 咱们必须看到这一点 它在那个深层次的价值观上它是一致的 而墨西哥呢 实际上也美国 他们也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而且墨西哥它是基于投入美国的怀抱 想步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 想摆脱发展中国家的这样一个帽子 想加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 所以它要跟美国要一步的搞好关系 那么我来请教 接下来请教陈先生啊 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是美洲大国 刚才呢 这个胡教授呢 讲了这两个国家 与中国和美国经贸关系的这样一个对比 那么 为什么在三国新签署的条约中 要加入一个针对中国的条款呢 刚才胡先生介绍了他的观点 那秦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在今年呢 有到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 亲身去考察过 他们的经济来说呢 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那对于中国的关系 加拿大跟中国虽然贸易方面 可能占的份额并不是很高 跟中国政府至少到目前为止 表面上的关系还是不错 那墨西哥的情况可能就没有那么乐观 墨西哥其实因为中国的产品 在墨西哥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冲击 中国产品价格还比较低廉 算是很容易夺得当地的市场 已经在民间反映到说 对于中国的一些排斥 或者排挤这样的一个效应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我觉得美国跟墨西哥签协议的时候 把非市场经济国家排除在外 那当然大家都不言自明了 这个非市场经济国家指的就是中国 排除在外 墨西哥应该算是乐见其成的 而且我相信每个国家 每个政府 每个政治领导人 心里都有一本账 这一本账主要是经济账 那另外还有一本政治账 要跟谁做生意 谁来给我们带来多少就业机会 带来多少经济增长 对我们社会稳定有多大贡献 另外在意识形态上 他是不是可以做朋友 可以做短期的朋友 还是长远的朋友 我相信每个政治领导人 都有这本账 所以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 在签他们新的NAFTA协议的时候 这个条款就很顺其自然 就这样达成了 那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 可能会不会有不同的挑战 因为我刚才说的 他有两本账 一本政治账 还有一本经济账 算经济账的时候 可能有些国家领导人算起来的 中国给的利益 可能比美国给的利益 有可能还要大一些 那这个时候是政治账 意识形态方面的 这种长远的朋友 占的份额更高 还是短期的经济利益更高 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 谢谢 好的 刚才两位嘉宾 发表了他们对读完挑款的看法 现在我们听听我们的观众 听众 网友 朋友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给大家读网评 首先是埃德文陈 埃德文陈 他说 读完条款是十分必要的 该条款可以禁止 加拿大和墨西哥 擅自与中共达成自贸协议 避免中共绕开美国的关税政策 来继续伤害美国的经济 有些人认为中共在贸易战中是弱者 应该被照顾 这是极其错误的看法 中共代表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他们用这笔钱武装军队 欺压国内民众 摧毁私有财产权 流氓不是弱者 不值得被照顾或者被同情 创长 他说 读完条款是一项 堵住贸易协定中漏洞的举措 能阻止中国将一些走偏门的政策合法化 例如掠夺知识财产权工业补贴措施 UCMCA纳入这项条款 是一种读完防御措施 而且有了UCMCA 这就是美国和加拿大新签署的 自由贸易协定 而且有了这个协定 开创先例 未来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 加入读完条款 便会容易许多 大家会知道 这将是达成贸易共识的一个先决条件之一 李中本 他说读完条款是宣布 两个世界的再确认 一个是自由经济秩序的世界 另一个就是非自由经济的世界 中共如果不悬挨勒马 将被锁在非自由经济的魔圈内 习近平独裁专制集团 不会反省忏悔 宠奉共产原教旨的野心所致 必然会走上抗争的不归路上 贸易战今天打到我们今天这个地步 现在看起来局势已经渐渐明朗了 就是特朗普总统 他由开始的包打全世界 现在矛头逐渐集中 我首先来请教胡教授 您怎么看待川普的这个贸易战略策略呢 川普的贸易战略策略的确是非常厉害 过去可能是小看了他 因为他只是一个商人 其实他这个商人他也有非常厉害的战略战术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 就是非常紧要的 就是不要成为美国的靶子 因为美国他总在寻找靶子 寻找靶子当然与他的价值观有关 或者是甚至于基督教的某种精神 传教士这样的一种精神有关 当然也与利益有关 比如说军工利益集团等等 也与利益有关 所以他总在寻找靶子 中国就是要避免成为美国的靶子 所以中国还是应当 坚持邓小平在韬光养晦的 不当头不扛旗低调发展 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建设 邓小平曾经说 我们不要当这个穷国的头 说他们只是看中了中国的钱 现在想想邓小平这个话还真是 虽然很粗 很同俗易懂 也的确是很英明 所以中国现在要做的 其实就是要淡化 淡化或者说要避免 给西方人感觉到 好像中国是个威胁 好像中国在破坏现有的秩序 再另外搞一套 而且中国搞的这一套 在西方人看来 好像是与他们的那种 民主自由的那种价值观 那种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观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中国呢 必须淡化某些做法 比如说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拔等等 因为这些提拔在他们看来 那就是跟西方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 是另搞一套 所以他们就要打压 因此中国现在是要不露锋 要不露锋 中国古代其实 你像老子这个哲学 他其实就是讲的这个 什么不要暴露自己的实力 什么这个君子替贺怀育 就披着褐色的破旧的衣服 但是怀揣着美誉 两股伸藏若虚 好的一个商人 要伸藏着自己的实力 好像对外像是虚无没有一样 所以老子的哲学 正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 还有像老子哲学那种 揉自克刚 弱自盛强 中国现在也要以揉克刚 比如说 这个川普 他现在是在这种 打压中国 封堵中国 那么中国呢 反过来法应当更加开放 法要与大部分国家 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就像现在做的那样 现在中国正在与27个国家 进行12个自贸谈判 或者是自贸的升级谈判 这个是对的 中国就应当多向发达国家学习 学习他们的长处 不仅是学习他们的技术 甚至也不仅仅是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 而且要学习他们的其他的文明成果 所谓物以内聚 人以群分 中国只有更多的 与发达国家友好 与发达国家在一起 学习发达国家 中国最终才能够成为发达国家 中国才能够成为先进国家 如果中国总是与一些穷国 落后国家 甚至是那些被指称为 专制的国家 恐怖主义盛行的国家在一起 那中国就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那就会被美国 那就当成敌人 所以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先进的国家 就要与发达国家在一起 首先当然 中国要首先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先进的国家 好的 那么刚才胡教授说的 也正是我们中国人 常说的那句俗语 就是物以内聚 人以群分 另外这也是50人不久前 50人论坛上面 这个经济学家张曙光先生 向中央提的建议 就是说呢 他建议要像孟母三夕那样 就是说呢 这个要跟好的邻居在一起 那么刚才就着 这个胡星斗教授的这个评论呢 我们有一位 我们有一位网评啊 有一位网友 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请问嘉宾 这位网友叫张展苏 苏展 不是叫展苏 对不起啊 苏展 他说 请问嘉宾 像纽西兰 这种已经和中共 有FTA的国家 明显是美国的盟友 情报共享 这个五眼国家之一 最近还向美国买了 P8 那么要怎么来规避 或者应对这个读完条款 会不会有特赦 或者某种形式的自证清白 表明自己绝不会做 绝不会做转口贸易 例如实行严格的原产地政策 这样一个问题呢 可能是我们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 这个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中国现在刚才胡教授说了 和27个国家 在商谈自贸协定 那么他们怎么和这个读完 如何跟这个避开这个读完战略 美国会特赦 或者原谅他们吗 我请胡先生回答一下 这个问题好吗 我想美国与新西兰 澳大利亚 包括这个欧盟 日本等等 都会重新谈判的 但是也不是美国想怎样就怎样的 新西兰它肯定有它的考虑 每一个国家都会有自身的考虑 不会因为新西兰澳大利亚 他们都是与美国的联盟的关系 这个联盟的关系 然后就跟美国一道 来实施这个读完条款 我想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中国在这个太平洋地区 或者在整个世界的重要性 各个国家其实都会看到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讨论到这个问题 我来请教秦先生 您怎么看特朗普这个战略 他能不能建立 成功的建立起一个抵制全国的 抵制中国的这样一个全球贸易同盟 到现在为止 特朗普的战略可能是越来越清晰 之前可能用大家的话说 叫暴打全世界 几乎对所有的主要贸易伙伴 都要重新去谈判 重新提出要求 那打了一圈下来 现在他的执政才不到两年时间 他主要的贸易伙伴 基本上都述数就情就就范了 达成新的协议 或者说最近要签订新的协议 那对于最大的另外一个伙伴 就是中国 中国目前来说都是铁板一块 然后还是在处于一个对抗的阶段 那如果美国单纯的只是为了达成这个贸易协议 为了美国优先 美国利益 为了美国的就业机会 可能不至于说 真的去要全球范围去围堵中国 当然如果 当然现在这个政策也越来越明朗了 以前我们在讲说 美国可能会对中国发起新的冷战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很多人觉得不同意 目前的事实发展证明 就是美国会在经济 甚至政治还有军事各方面全方位的去围堵中国 就好像胡教授刚才讲了说 中国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目标 其实不是说中国想躲避成为这个目标 你这个意识形态完全不一样 而且是一种处于一种进攻式的 甚至彭斯副总统在上个之后的讲话里面讲到说 美国已经开始在试图干涉美国的这个民主政治 这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 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是美国已经可能是忍无可忍的这样子 接下来可能美国会更坚决 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和信心 然后像他所有的这种盟友也好 或者说主要贸易伙伴也好 发出这种要求 然后整个世界各国 在未来的可能三五年里都会重新的选边站队 短期内可能影响不是很明显 但是长期来说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主要经济体 它之间一旦陷入这种对抗的话 不管他们官方承不承认是冷战 或者另外一种形式的这种对抗 那所有的国家大国小国都会根据自己的一个政治的 上来考量意识形态的安全 然后还有一个经济利益的考量 它会选边在 要么跟美国站在一起 要么跟中国站在一起 几乎没有一种中间的模糊对待 那当然是很危险的一个阶段 那美国我们知道讲这个市场经济国家 那主要的发达国家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像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地位 一直在WTO十几年都没有被承认 那中国你要么就现在这时候可能就没有多少选择 要么就是说进行彻底的一个经济的改革开放 把自己变成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然后政治上可能也要做一些实施性的大动作 来消除这种西方国家的疑虑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你的意识形态没有对大家造成安全上的一个威胁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这个独丸计划最终会不了了之 但是如果中国一再会一意孤行 然后认为说是要跟美国血战到底血拼到底 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这个独丸计划可能至少在发达国家里面 在美国的主要意识形态相同的盟友里面会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那对于中国来说可能会失去可能至少是半倍江山吧 中国去年的出口大概是在2.26万亿 如果说这个独丸计划全面实施到 估计至少是有1.1万亿 这个出口目标可能就很难完成这样子 那中国可能只剩下一些像非洲啊 其他的一些比较贫困弱小的国家 然后意识形态也是比较糟糕的国家 然后会跟中国做盟友 这个世界可能会陷入另外一种状况 确实是值得我们警惕和关注 谢谢 好 那么秦先生刚才说了这样一种预测 就是说不久以后世界各国就都要选边站了 那么彭斯讲话意味着各国要做政治选边 螺丝讲话意味着各国要在经济上选边 那么有人说呢 说孤立中国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一厢情愿 毕竟中国是一个拥有巨大市场的 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我来请教胡教授 美国官员要把读完条款 作为日后与其他国家签署经济协定的这样一个样板 那么美国的计划会如愿实现吗 我认为是很难如愿实现的 其实我前面也已经表达了 如果中国能够成为自由贸易的国家 或者像刚才秦先生所说的 中国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 进行彻底的改革 成为市场经济的国家 那么读完条款自然就失效了 所以呢 我呢建议呢 就中国方面呢 可以发表一个声明 比如说 承诺五年内建成市场经济体 成为一个市场经济体 承诺逐渐的实现 零关税 零币垒 零补贴 中国承诺 对国有 承诺一个国有企业的改革的时间表 承诺 这个知识产权 保护的这个措施 那现在 美国的指责中国 比如债务外交等等 中国就少借钱给这些发展中国家 未来 把这个资金更多的用在 国内建设上 中国还可以发表声明 承认世界主流价值 这样避免 这个人类民营公众体验等等 被他们误解 这个认为是与落后国家 在一块反对 反对西方的价值 那我们可以发表个声明 这个承认世界的这个 这个主流价值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中国会被世界上 主要的国家认可 而且中国由此呢 会走上 建设现代国家的这个道路 所以美国的计划呢 那最终就会落空 好的 那么刚才胡教授呢 提出了他对中共当局的建议 那么中共当局会不会采纳这个建议 不好说 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有一位叫网友 他叫方CD 方CD 这位网友呢 他不看好这个中共的选择 他说 中国美在历史十字路口 总是选择错误方向 市场经济国家只是经济问题 而在中国 却适时同政权稳定相关联 这的确很悲哀 这也是中国的特色体制 对权贵没什么影响 只是苦了老百姓 我们接着讨论 这个纽约时报呢 也不看好这个读完条款 认为美国用攻击 威胁和关税来打击盟友的战略呢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能实现对贸易协定的一个修订 建立一个受胁迫者的联盟 但终究不能长久 我请教秦先生 您如何看读完条款的这个前景呢 这个如果在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这个读完条款 其实没有必要去把它添加 在贸易协议里面去 因为美国的综合实力 其实是远超中国 中国也没有表面看起来 那么强大和可怕 你把这个读完条款 强加在跟所有贸易伙伴的 这个协议里面 对美国的我觉得国家形象 稍微有一点点影响 实际而言 中国现在的一个状况 并没有那么好 它自己的一个债务状况 然后金融系统运营状况 其实都运量着巨大的一个危机 那在这个节骨眼上 加上美国的贸易战的 这种打击的话 中国本身的这种经济危机 各种社会危机 可能就一触即发 那这个时候 美国还加一个读完条款 那几乎是让中共可以说 它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我们讲说美好的愿望 说中国是发一个承诺也好 或者说真的是 你看李克强 昨天还在接见宝马总裁的时候 说我们会继续加大开放市场 更大的力度吸引全世界的投资 就是你再多表态 我觉得也打消不了 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疑虑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变了 已经不光说 大家为了赚钱做生意 现在中国 换句话说 你的记录已经亮了太久了 然后大家都知道 你会对别人造成多大的影响和冲击 所以对中国来说又爱又恨又怕 这样子一个状况 所以中国政府其实已经是做好一个准备 即使没有这个读完条款 他已经做好 随时可以这个闭关锁国 然后放弃之前的外向性经济的道路 为了维护他自己的一个执政的稳定 还有接下来一系列的这种各种挑战 当然这种只是对他们这个执政集团 中国共产党还有这个权贵集团更有利 所有的真正的买单人都是14亿老百姓这样子 大家一起关注 谢谢 我们的网友进来大量的网评 他们都对刚才呢 我们两位这个专家 对中共当局的这个建议很感兴趣 GW GW 他说中方解决困境的方法就是实行入室承诺 加强法治 开放市场 这是刚才胡教授的建议也是 但是这位GW网友说 可这恰恰呢 是中共做不到的 法治和市场 与中共的治国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中共自贸易战以来 其对策就一错再错 鉴于目前内外交困的状况 其可能的结局就是中国体制的大变革 另外一位叫 Johnny Carr 他说 习近平的大国崛起 中国梦 一带一路 南海造岛 舰航母 战狼 厉害了我的国 制度自信等宣传 习的建议发 怎么收 但是也有人呢 对大陆呢 还有乐观的看法 比如这位大陆人生1962 大陆人生1962 他说如果中共现在马上就开启了 零关税贸易的这个做法 不知美帝该如何应对 中共可以在几天之内就让他周边的一切事物恢复宁静 再与世界其他国家开启一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甚至把香港再重新租借出去 同时呢与台湾当局建立完成完全彻底的全面和解 完成统一大业 那么美利坚将合言以对 我们这位网友很乐观 这个欧盟和日本 刚才两位嘉宾呢 都提到这个问题 欧盟和日本呢 是实现美国毒丸战略的一个关键 我首先来请教胡教授 这两个地区和国家呢 都是和这个中国呢 这个有相当紧密的贸易关系的 这样两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欧盟和日本在这个毒丸战略的面前 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会怎么做呢 我们请胡教授来解释一下 我认为欧盟日本不会完全跟着美国走 因为欧盟日本都有 都与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往来 与加拿大墨西哥那是不一样的 欧盟与中国的贸易总额六千多亿美元 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也三千多亿美元 完全跟加拿大和墨西哥是不一样的 而且欧盟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互补性很强 再就是欧盟日本与美国也都是各有打算的 虽然欧盟日本也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但是要让他们跟中国对抗 那他可能还要盘算一下自身的利益 特别是像法国这样的国家 向来对美国并不是俯首切尔的 甚至可能认为川普可能下台 川普新政会随着他的下台而消失 各种看法都会有 好的 那么现在剩下时间不多了 我再请教这个秦先生 日本官员已经公开表达了他们的顾虑 那您怎么看欧盟和日本这两个关键因素呢 我们现在只剩下30秒的时间了 谢谢欧盟和日本的确没有那么快跟美国达成这个独管条款计划 他们有更多的经济上的一个考量 因为中国是他们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利益 除了是进口出口之外 中国的巨大的市场也是很大的一个诱惑 有可能欧盟和日本在美国中国在交恶的过程中呢 可能两边做出余力也有这种可能性 大家进一步观察好的 谢谢 好的 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 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时间关系啊 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 我们感谢胡星斗教授和秦伟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时事大家谈呢 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听众观众 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呢 要关注热点话题 邓小平改革开放成空谈 习近平思想不空缺 好 欢迎收听收看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